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在微博热搜上连战三席 更是在直播间里掀起了一股热潮 粉丝们的热情就像是夏日的热浪 让DoInf的直播间热度飙升 甚至超过了官方比赛直播间的热度 这足以证明DoInf的影响力依旧强大 重回直播后 人气依旧爆炸 首日就收到了超过14万的米 首先是直播首日的数据如下 总共播了接近4个小时 活跃观众有6.7万人 弹幕数量有3.3万 收到的礼物一共价值14.2万 送礼物的观众一共有1.5万 热度最高的时候超过615万 首日开播这个数据 直接冲上了斗鱼英雄联盟板块的第一名 也进入到了斗鱼所有板块的前10名 其次就是DoInf消失的这段时间里 姿态也在虎牙弄起了和DoInf之前差不多的模式 邀请嘉宾一起解说比赛整活 并且在DoInf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姿态的大资庄园也人气爆炸 多次超越LPL官方直播间 非常受欢迎 就在DoInf回归的当天 两大庄园的直播数据对比也出炉了 DoInf这边弹幕数很明显是低于姿态的 活跃观众也就18点刚开播的时候比较多 后面两个时间段都比较低 而姿态则是活跃观众一直都很高 在弹幕和观众数量这边 很明显是姿态赢很多 甚至可以说是碾压了 不过DoInf胜在礼物金额更多 送礼人数其实两个直播间都差不多 不过礼物价值这块DoInf赢麻了 估计是因为好久没直播了 很多人期待了很久 所以送礼这边比较多 而姿态则是一直都正常直播 没有什么噱头来收一波大礼 虽然DoInf在副播中并没有透露停播的原因 但他的坦诚和自嘲 却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加接地气的DoInf 他开玩笑说自己最近胖了20斤 游戏技术也变成了云玩家 这让粉丝们在笑声中感受到了他的真诚和可爱 DoInf的副播不仅仅是一场直播 更是一场粉丝的狂欢 他的直播间热度和礼物收入都创下了新高 这就像是一场电竞界的盛宴 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DoInf的魅力 粉丝们的热情和支持 让DoInf的直播间再次成为了电竞直播的焦点 DoInf的回归就像是一场精彩的开场秀 让人期待他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他的直播就像是一场精彩的旅行 粉丝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跟随他 一起探索未知的风景 在这个充满激情和活力的直播界 DoInf的故事还在继续 而我们也将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见证他的每一次飞跃 自从去年年底DoInf停播以后 在斗鱼的英雄联盟游戏板块 主播Inf一直流露出 想要取代DoInf成为新的LL一哥的一项 Inf与DoInf相同 皆为LL世界冠军 且都是韩国人 直播风格也甚为相似 二人均以高超的游戏技巧 和幽默的言语吸引了众多忠实粉丝 再加上直播间一众抽象粉的起哄 Inf也常常将一哥挂在嘴边 近期Inf在直播时 经常会把玛雅二字挂在嘴边 对于此种梗 他也是玩得不一乐乎 Inf在与宝兰等人开黑说出这个词时 宝兰开玩笑地直接喊话 Inf 我们就拥护你成为新的玛雅 DoInf评播期间 Inf的热度一度位列斗于LL分区守卫 当Inf沉醉于自己即将成为一哥之时 DoInf突然复播 好兄弟Inf着实不知该高兴还是该难过 如今DoInf归来 Inf也只能乖乖认错 表示自己从未想过当斗于一哥 要尊重Inf还即刻给DoInf送上了价值500元的大火箭的物 Inf说到 劳逼 谁敢叫劳逼啊 Inf是我的朋友啊 要尊重他 叫他Inf 懂吗 我不是斗于一哥 从来没想过当斗于一哥 在DoInf回归后 Inf并未表现出失落或嫉妒 而是选择了以一种更为成熟和开玩笑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变化 这种态度正是一名优秀主播所应具备的品质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们觉得DoInf后续还会有如此高的热度吗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 我会去挨个查看 感谢老爷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